耐心 耐心 漂亮 这一半球太漂亮了 我们可以看到连续的中远牌的相持 而且这一半球 凡志冬运王主坚打得非常的耐心 没有去基于加质量 而是在保证命中率的同时 逐渐把落点拉开 我们看到啊 把这个波尔和弗朗西卡两个人完全调动开了 这个心态要保持住 一定也要承住这样的一个强势得分的东风啊 去把这个比分争取扳平 漂亮 十比十 在第二局后半局这几分 我们看到啊 在落后的情况下 王楚心与樊振东用上手非常坚定 而且这个力度拿捏的非常精准 这一半空短啊 确实也是晃到了樊振东 我们看啊 还是要稳住心态 这波尔的球板缸也是磕了一下 非常关键的一分 一定要注意波尔的衔接 好的 刚这一板球 王主钦的准备非常充分啊 我看刚刚波尔这一板的拧拉 其实非常的速度非常快 但是王主钦的准备要更加充分 直接是反手顶了一板直线 速度快 而且落点非常的刁钻 十一球 好的 这种抠台内细活的能力上 布朗西斯卡是要稍弱一些 才看也是提醒现场的观众不要 去影响我们印度团的比赛 注意漂亮 太漂亮了 这一板的衔接可以说王主钦与凡春东 滴水不漏啊 几乎没有给布朗西斯卡太多的机会 直接被顶到板边 男双比赛的过程中 这种衔接的紧密性 速度和举与有丝毫的松懈 一定要并住 就给对方这样的一个致命一击 站住位啊 王主钦一定要站住位 这一板球其实布朗西斯卡的质量不是很高 所以我们看王主钦与几乎没借到力 被晃到了 好的 漂亮 这种球没有办法 我们说就是个人能力的体现 这个球弧线拉的非常的长 反正能在重心不稳的情况下 直接去反拉了一板直线 这个对于运动员来说难度非常大 漂亮 德国队应该要叫暂停了 还没有叫 暂停了吧 这个再不暂停 真的没机会了 德国队叫了暂停 确实因为第二局的关键球的处理上 反正东与王主钦打得太合理了 第二局没能拿下来 对于德国这两名选手来说 他们的气势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所以我们看来到第三局的开局 两个人这种状态又是跌入到了一个谷底 反正东与王主钦呢 也是没有给对手很多机会 开局打到了四比一的领先 之前给大家介绍过 那王主钦与反正东在之前国际拼联的巡回赛上 有过男子双打的配合 但是两个人的成绩其实并不理想 因为两个人的个人能力都非常强 但是柔和到一起 可能成绩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不过今天这场比赛啊 也是两个人在制屏赛上 男双赛场上的首秀 我们发现整体的感觉和状态 跟以往是完全不同的 这也是运动员成熟的一个表现 好的 这个落点非常的优秀啊 让了半盘 拧了一板直线 直接晃到了波尔 从现在场上的情况来看呢 感觉波尔与布朗西斯卡没有太好的办法 这种揭发球的质量高 击溃球上手的质量高 那形成相持的局变的过程当中呢 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漏洞 而且两个人衔接非常的紧密 那从各个点位来说 对于波尔和弗朗西斯卡 两个人没有得分的手段和突破口 这个就很难了 有点崩盘了 尤其对于波尔来说 如果德国这对男双组合中 波尔崩盘的话 那就意味着这场比赛 可能结果就已经看到了 不能松 不能松 王主线这一板 就是有点站位有点太靠后 还是要顶住台 这个时候 好的 我看这个球波尔匹的质量已经非常高了 这一板匹长的质量非常高啊 好的 漂亮 有了 这个球已经几乎啊 刚刚这一板球 几乎被今天这场比赛画上句号了 这种球都已经能得分 真的说明这个比赛 没有难度了 没有悬念了 没有悬念了 也是非常顺利的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好的 这样的话也恭喜凡震东王主欣啊 首秀完美 堪称完美的首秀 以3比0的总比分 横扫了德国组合 波尔夫朗西卡 成功晋级到了本次世评赛的男双16强当中 确实啊 今天我们可以说 凡震东与王主欣 把刚柔并记这四个字啊 展现的淋漓尽致 至少 前十分钟 下十分钟